知所在 自然自在 共稿人 党秀泼 上海夏庆老和尚 一生持戒念佛 忠诚肉身菩萨 为僧人做出了楷模 为佛法做出了正名 也使无数凡愚得到了感化 现将墨学所知庆功的几件事迹 整理成文 遗想广大学人 来佛寺周边十里八村的百姓 都知道海庆老和尚 为人忠厚老师 性情和善 他说话严重口吃 只有念阿弥陀佛时 才兔字清晰 生似红中 他也只会这一句阿弥陀佛圣号 当时寺院条件很差 倾苦至极 庆功冬天一身棉 这套棉衣现存放于 来佛寺金刚馆内 夏天一身丹 常人难以想象和忍受 但他整天依然乐乐呵呵 笑口常开 庆功经常带着工具出去石份 捡柴 捡砖扎铺路 回去时饭凉了就少吃点 没饭了就饿一顿 从来不牢骚 也不生气 有个当兵出身的和尚爱骂人 看庆功不顺眼 时不时地就对他骂骂咧咧 军士们有时看不过去了 就和那个和尚理论 而庆功只是淡淡一笑 轻声说 你为我消业障 我上极乐国 寺院的一些贡果 饼干 糖块之类 因贡放时间长了 有些变质没烂 别人把好的捡完了 剩下坏的给庆功 他丝毫也不生气 有人说 这东西不能吃了 就喂牛吧 庆功说 老牛拉梨拉扒 吃甘草 活得够苦了 不能让他吃这东西 我不该受用 是我有罪业 不能再去坑害牛 于是就把这些东西 都埋在树根边 或撒到庄稼地里去了 曹书贞居士说 老和尚日子过得可仔细啊 他说 佛祖看着里 头上三十有神明 万物都有佛性 该咋咋受用 有位十六岁 姓陶的孩子 带着几个孩子到寺院玩 见庆功老师 就乌言晦语地咒骂他 又用小木棍倒他的光头 庆功歪歪头一笑说 你想和我结缘啊 给你爹妈说说 我收你当徒弟 教你念阿弥陀佛 上好学 做好事 长大 你家贝贝有富贵 1973年腊月初 天气寒冷 张庄村上 有一头刚出生十几天的牛犊 掉进了三丈多深的水井中 这是村上唯一的吃水井 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井壁完全用青砖砌成 井口围着四块十条 井壁上很多地方已经波石成洞 小牛在挣扎的过程中 不断有砖块掉入井底 极其危险 有人说 为了一个牛娃子 不必去冒险抢救了 可是不去捞牛毒吧 他在井里卡着 这几百口人吃水可就成了难题 一群人面面相去 眼看小牛奄奄一息 挣扎不动了 但是谁也不愿下井 正巧庆宫从这里路过 当时庆宫就在村上劳动 见此刑警 不由分说 让三个胆大的年轻人 拉着绳 坠着梯子 他自己马上下到了井中 庆宫在井中 艰难地拖下粘砍尖 裹到小牛身上 在用绳子拴好后 让人们慢慢地 把小牛拉了上来 小牛得救了 而在拉庆宫上来时 正好一块砖掉下 砸在他头上 鲜血顿时染红了他的脸 出井后 几个人围上来 给他包扎 庆宫不以为然地笑着说 我流的血 是佛祖叫我成佛时 脸上做个记号 旁边一位姓正的中年妇女 原本不信佛 此时情不自禁地说 吃斋念佛的人真好 后来 他开始学佛 非常孝敬公婆 经常做好事 庆宫就是这样 实实在在的一个人 他老人家没有文化 讲不出大道理 但在几十年的修行生涯中 他一直是这样 用实际行动来诠释佛法 弘扬佛法 1975年8月 连续几天的青藤大雨 据使张庄西边的小河 水未土长 冲垮了数百年的一座石桥 当时还在生产队的海庆老河上 与一些村民一起 带着绳索钢签前去抢险 可是几十个人 拼尽力气 干了一上午 也没有把石桥修复好 因为有一块千余金的石条 被冲到了离桥基 五米多远的淤泥中 大家都说 如果这块石条挪不过来 这座桥就算永远毁了 正当人们灰心丧气的时候 海庆老和尚慢吞吞地说 快晌午了 让我再试试吧 不会让咱这里的人们 因为没桥走而作难 只见他喃喃自语了一阵子 其实大家知道 他是在念阿弥陀佛 因为那时政策不允许 不能出声念佛 然后用一根钢签 和两根顽口粗的木棍 硬是把石条从淤泥中 连翻了几个跟头 靠在了桥墩旁 人们都惊呆了 大家怎么也想不通 没有一个人给他帮忙 这样一个身材瘦小 六十多岁的老和尚 他究竟是怎么 把这一千多斤的石条 从淤泥里拉出来 并且还挪动了五米多远呢 当时的生产队长 挡制发 后来说起 庆功在淤泥中挪十条的时候 他看见老和尚 头顶出汗发光 但身上却没有出汗 后来有人问起庆功的时候 他笑着说 那全都是阿弥陀佛加持 要不然 我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大力气啊 海清老和尚 在生活极端困苦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经常扶危即困 在大陆旁 为过往行人 失周舍查 他自己缺吃少喝 经常饿着肚子 却把吃喝送给别人 这些 在当地老年人当中 是人尽皆知的 那时 庆功吃饭 用的是茅草编织的草碗 他自己开垦了一片荒地 种一些红薯和小高粱 很多人都还记得 他经常把自己蒸好的红薯 或是做的野菜拌高粱粥 用茅草碗端给过路人吃 莱佛寺刚重建的时候 仅有东屋三间小茅草房 一口小铁锅 做饭烧茅草根 生活很难维持 但庆功还是一直坚持烧开水 在瓦盆里泡上柳树叶 供行人饮用 老护法党同密居士 在多年后曾问起庆功 这种苦日子 您是咋熬过来的呀 庆功说 全都靠阿弥陀佛啊 庆功为人极其厚道 方圆的百姓都对他很尊敬 但在寺院里 却莫名其妙地 总有人欺辱他 大约是在1982年 贤功老和尚慈悲 让庆功到铜柏山去常住了 一直到1987年2月 才又重返来佛寺 他老人家的厚德善行 无形当中 深深影响了这一方的百姓 人们每逢初一十五 都会去拜一拜 谁家遇到难题了 都会想到去求肉身菩萨 因缘生案 南无阿弥陀佛 感恩细心的党秀坡居士 为我们讲述 庆功老和尚这些珍贵公案 在此 随喜党居士的无量功德 墨学又从多位仁者那里 了解庆功老和尚的 一个细节问题 他老人家平时 都是专念阿弥陀佛 但是若有人给他打招呼 他回人家却是观世音菩萨 几十年一直如此 观世音菩萨向前 有付传统对联 自在观 观自在 无我在 无人在 问此时自家安在 知所在 自然自在 如来佛 佛如来 有将来 有未来 就这身如何得来 已过来 如见如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